最近,网络爆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欺诈招生 招生前声称本科,但现在连专科都不是 需要多学几年才能毕业 学生困境之中网上求助 论坛上纷纷指责中财大欺骗招生行为 学者指出,中共制主源于假,导致社会适风日下 近日,在天涯论坛、土豆、库六等网站上 陆续出现一则名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诈骗的视频 视频显示,2008年中央财经大学定向培养金融 电脑资讯管理等七个专业三百人 学生在中财按照四年全日制普通本科模式培养 成绩合格由中财颁发相关专业证书和普通高等院校本科毕业证书 符合学士学位条件的由中财或相关高校授予学士学位 不过,现在几个网站的视频都被删除 现在,学校学生发现他们只能拿到网路学校的专科毕业证 专科毕业生本合格后才能拿到本科毕业证 这样时间大大加长,而且增加很多费用 很多学生已经退学 剩下的800多学生在网上发信和视频求助 校方则声称,这些学生学习能力不强 必须经过高升专、专生本的过程才可以毕业 据了解,2008年这个定陪项目共招收300人 但学生说,最初实际招生人数超过千人 学生入学时少得交2万多元赞助费 多得交了40多万 化名的学生在百度留言 我就是当事受害人之一 现在学校就是拖时间 也到4年后,学校与教职工一起捡钱跑了 希望以后别有更多人被此类学校受骗 但搜狐微博网友说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800多名学生 都是光明正大,合法地被欺骗 著名律师、作家郭国丁认为 教育是国家的根本 但中共的教育是党化、奴化教育 是为了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 勇士长存这个目的 充满假恶暴的教育 使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美德 被糟蹋殆尽 而唯有教育的公民化 或者说公民教育 自由教育 国民教育 才有可能培养出呢 有知识、有文化、有教养的 真正的绅士、专家、学者 以及合格的公民 所以中国的教育必须立即废止 党化教育、奴化教育 中华民族才有可能复兴 因此共产党必须退出一切教育机构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一名工作人员认为 就目前情况来看 校方当初的宣传承诺可能存在问题 高等教育学会人士对媒体表示 目前许多高校被冒名招生后却投诉无门 工商部门不管 公安部门也不管 只能眼看着对方继续下去 涉及网络教育的虚假招生现象很多 原因是缺少监管 作家季兴良认为 由于半个多世纪的中共教育 使得适丰日下 人心不顾 原因就是中共政府一切都是虚伪的 明明是害人民的政府 却说是人民政府 明明是为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服务 却说是为人民服务 有这个虚伪的政治架构和虚伪的意识形态 全社会就会习学虚假 以至于使虚假泛滥成为主潮流 新唐人记者宋峰 刘慧综合报道